今天的水戰呢 看中華隊怎麼樣來 把球給扣好 陳柏良中路拿球 交給右邊陳皓瑋 皓瑋右路下底 腳踢前面 文智豪前面交給李茂 李茂交給右邊 漂亮現在陳皓瑋 中華隊快攻機會 不過陳皓瑋在地面有激水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進行快速的推進了 好 黃金平在中路 直塞李茂 短船過來 陳柏良 要單招了 可是 哎呀被撞到 再不為強球尖了 在球被清出來的情況之下 雖然陳柏良倒地了 但是 馬來西亞這球沒有辦法把球清出禁區了 最後就是 打防守中場 但是他其實 冷不防地就會呢 走到前面去 現在李茂來了 把禁區走側 左邊遠出 結衣李茂 倒 這邊現在空輪 看能不能走回來 李茂 調中 到了禁區邊緣 右腳三百萬 又是吳俊青了 哇 輕啊 我們國家隊展現了非常強烈的企圖 走回來 陳柏良 溫志豪 志豪 以帶球 緊丟著射門 哎唷呀 溫志豪也是讓大家來看到 周圍中華隊中場的一個組織大將 並不是只有組織分球的能力 擺脫三平全文夾起的最後呢 在進區邊緣直接右腳的射門 裁判給德毅 球交到了左側禁區危險 傳中砲 他危險 小心還有 進區內的球員倒進裁判 並沒有明哨 哇 馬來西亞 柏良 李茂 交過來 陳奧偉 就到了右側禁區 奧偉把球挑起來 傳中 後點 哎呀 左腳射門 看到在有積水的情況之下 後偉其實這個射門打得 相當小心了 左腳 瞄準球部的左上方 最後還是差了一點點了 轉出了界外 成後偉 塞到右路 這邊 朱文樂 本來下球員 應該是溫志豪把球挑起來 朱文樂 黃建民 好 文智豪 右路船中 到右车阻止 撞回来 右脚上了 换攻击中场 其实有博良在的比赛的话 沈子柜上来大部分都是低边风了 主要的位置是以左边风为主 现在是陈浩伟 调中 外军当中 可惜了 他的团队将在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明天就要离开台湾 好 有佳豪上来 佳豪一上来 立刻要展现他速度的优势 结果被 17号的 好 沈子柜在右前上 假动作 力 一般来说 好 哎呀 点到了 进去边缘 意围 这一场没有打好 打到 威拳 罗马被撞到 这时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后这场比赛 中华队就是靠着胡俊欣 还有朱恩乐的两个进球 上下半场各进一球 以2比0在主场收持了马来西亚 发展节目标 阅 WidIn 靠 PhD 耍 competition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